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其实我讲过啦 你可以在旁边点一下 它基本上呢 假设它其实就是在哪里呢 在检视与参照这里面 所以检视与参照里面有这么多的 函数 其实每个函数都有它的作用 只是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每个每个都讲 但是基本上我们也讲了蛮多的 大概就是 这个choice没讲 Colins这个有 Colins没讲到 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了解一下 hlookup没有讲到 index有讲到indirect有讲到 然后底下的话lookup有讲到match也有 offset好像有提到但是没有真的实作 但是它的概念呢 其实跟index或者跟index 那个indirect还蛮像的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再了解一下 row有用到 同学刚刚有提到transport 这个transport呢其实 它的道理就转字 所以如果你要试试看也OK 但是 它这里面 如果你是范围的话需要用到一个叫正列的概念 正列 按按钮必须要选取之后按 Ctrl Shift 再加Enter 你才有办法 把最后的结果给做出来 所以transport 这个函数我发现 有 怎么讲 就是有点难度 如果你那个Ctrl Shift加Enter 那个部分没做对 它的结果也显示不出来 所以transport 另外最后是Vlook函数 这Vlook函数 用的是最普遍 不过很多同学好像检视于参照里面就只会Vlook函数 所以用来用去好像 就有些东西就做不出来 常常有同学问说这个为什么不能用Vlook函数 本来就不行 Vlook函数我讲过它只能查最左栏 它有它的限制 好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请你把它改成 Indirect 那Indirect的话 你要抓 基本上假设我这边 我要抓的 哪一个储存格 比如说是C1的话 那你点选C1 特别主要它有个问题 就是说 它不会自动帮你加双引号 所以如果你前后没有加双引号 那可能你就抓不到 你要的东西了 有没有高音美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往右拉过来的话 它 不会自动帮你 变 里面的东西 有没有发现 所以如果你要变里面的东西的话 你就要自己去改变里面的这个 它其实看起来是一个数字 可是在Indirect里面 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字 是一个字串 所以这个就麻烦了 那可是好 应该有个 这概念之后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呢 我要做出来的东西 假如说是 类似像这样 就在这边 我再把它 实际在I1上面 高音美 那如果向下要增加的话 理论上特别主要 我必须把 再往下的话 本来是C1 再来变D1 有没有 D1 再来变 E1 F1 G1 再来就是 C2 3 不是3 D 所以呢 它的顺序一定是 先 C到 G 有没有一个循环 C到G C到G 那 它的那个栏 一定也是 跟这样 应该是列 旁边这个列 它的列的话 一定是第一列 那一定是重复5个 重复5个 那你会发现 其实 K的部分 好像刚刚有做过 有没有 而且是一模一样哦 所以呢 K的部分呢 你可以把刚刚的这个公式啦 有没有 这边呢 直接干脆 负贴过去就有了 一样 因为它必须要重复 哪一列 第一个是重复5个列 然后呢 但是最难的应该是在这里 如何产生 C 到G C到G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必须用到有一个函数 有个函数 这个函数好像有用过 是在那个什么 文字里面 有一个叫CHAR的函数 那CHAR这个呢 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取得那个电脑的 资源级啦 实际上就是 ASCII Code的内码 就是 我们键盘的内码的定义 那在最早定义那个 电脑内码的时候 它有固定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大A 大A的话 它的位置呢 它把它分配在哪里呢 大A 比如说我这边 A的话呢 还有分大小写 大A 它放在65 B 放在多少 66 C 放在67 一直在推 一直往下 数字一直增加 注意 是大小 有分大小写 所以65 66 67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如果要取得这个 C的话 那我可以 这个地方用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我可以用CHAR 然后给它多少 给它67 OK按确定 你会发现 它是帮我输入C了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往下 如果再来的话 68 不就是D 69 那不就是1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话 但是要根据什么 根据它现在的列 去产生的话 那我有什么方式的 其实这边的话 道理一样 那我做的方式 因为呢 我还需要怎么样 让它不断的重复 C D E F G 所以 第1个你要怎样 这边我做了一个 这个 其实有类似 刚刚的做法 就是说呢 我可以 先把这边先删掉 我们都重新再来过 假如说我这边 要产生 C D E F G 一直重复的话 那我的做法 当然第1个 我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用CHAR 然后呢 我的LUMBER的话 部分 我可以用67来 来 去改 那可是问题 就是说 第1个 我现在确定67 输入C 可是我向下填满了 它还是C 所以 你要让它增加 号码的话 你变成你要怎样 加上什么呢 加上Raw 可是加上Raw之后的话呢 它变成怎么样 它变成D了 那你向下填满就不对了 还有就是说 你要加的话 好假设把它剪掉E好了 剪掉E OK 打勾 然后C 往下 CDEFG OK 没错了吧 但是你会发现 它往下会怎么样 H I J K L 越来越多 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 5个 一次5个一次5个一次的话 如果5个一次5个一次5个一次的话 你就要想到MOD MOD 这个又有点 那怎么加呢 再把这个剪剪剪下来 里面呢再加一个MOD MOD 不过我希望把它直接打上小刮弧 先打上去 那移到中间呢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痘点 痘点的话 那就是除以 除以多少 因为我要5个重复 所以除以5就对了 打勾 好 一样是C 往下填满 CD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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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用法 不过不用像刚刚还有什么加1或减1 你直接什么MOD把刚刚的 减掉1之后 放到MOD里面之后 特别是要0.5就可以了 因为每5个 每5个循环一次 每5个循环一次 所以你会发现 MOD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要 多少个循环一次的话 你就要想到MOD OK好 那做完之后呢 我如果希望 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INDIRECT 帮我把 刚刚的结果给做出来 这个到底是一样的 一样怎么样 把C1改成 第1个 把这个 这个公式复制起来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里面 记得 双引号里面 把它贴上 特别之后 他应该要串接 所以记得 前后双引号不用了 因为如果你前后双引号留着的话 它变成它不是一个公式 它是一个字串 end 后面请你再加一个end 这个我们等下再加 先打勾一下 他这个地方只有c E把它加上去 一样把这个后面东西复制 取消一下 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最后这个 倒数 就是最后这个 刮虎后刮虎 有没有 请你再加一个end 贴上 后面这个就是它的数字 所以c 1 下面一个d1 OK打勾一下看一下 OK要不要高一枚 往下填满 基本上应该这样就OK了 放开 OK完全正确 多一个 这个把它删掉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出来结果 就会 完全符合我们的需求 OK这是第2个方法 用什么 用indirect的方式来做 也是分两阶段 第1个是 先取得 我们需要的 栏位的 那个 英文的栏位名称 这边的话 特别注意 等于又多学了一个 这个可能 要注意 以后如果说你要取得的是 栏位名称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这个 CHAR CHAR 然后67 特别说 大写a是65 从65开始 然后67是c 所以后面的话是加多少 一样是其实从加零开始 因为不加的话是c S类推往下 OK 然后 这个是 前面的蓝号 然后列号的话呢 其实可以沿用前面的 就是用int 取得都是 5个1 5个2 放过来 这样结果就完成了 有点难度 不过特别说 贴的时候 请注意 两个贴上 中间一定用串接符号 把它串在一起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用indirect 可以做出来 这个还是有点难度 当然 如果说呢 对于那个 函数部分 还是 想要更精进的话 offset 也可以 我是做过offset 没有问题 如果有兴趣 因为 这个我看 再讲下去 应该也没完没了 所以有兴趣同学呢 可以试试看用offset 做做看 offset 那还有什么 VBA 假如你要vba的话 比如你想说 以后 可不可以不要下 这函数 每次要做一次的话 太花时间了 有没有什么方式 最好我做一次 按个按钮 以后就解决了 其实最好是不是可以 制定一个函数好了 然后呢你给我个范围 我帮你把它变成单狼 这样也更好 不过这个有些 都要想想看 那当然 我们给各位的这些方式 主要是要解决 效率问题 因为如果你想得出来 很快就做出来 但是如果你想不出来 你可能要花 非常多的时间 才能完成这件事情 我可以试试看 用interact这个函数 好 好 好